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辭 大家好 有位同修來問說 我們到廟拜拜參拜的時候 剛好遇到那種進香團 來團拜 那我們是在旁邊要繼續 要去寶貝嗎? 跳槍嗎? 還是要禮讓他 那孤恩這種經驗很多 我們常常在廟裡面去拜拜 就要遇到有些團體 剛好來進香來參香 把那個正正中可能會擠滿他們的人 那我們在裡面原來我們先拜 我們在那拜拜 可是後來參香團進香團進來了 那我們還站在這邊寶貝嗎? 如果你是正信信徒 有讀過天上聖母經的 受教的 有道德的 恩義跟著馬子學習的信徒 都會禮讓 我們要利益眾生 不要說我先到了我有潛力 宗教沒有所謂有潛力 宗教是一個禮儀 人家是一個團體 人家是準備了那麼多的東西 要做儀式的 從老遠的地方來 恩來是客 而且他是一個團體 那麼多人 你就是禮讓他 你就是一個無畏師 把節的時間讓給他們 等一下你再來拔杯 對不對? 你禮讓他們 你會重新很大的福報嗎? 毛主在看你 你有沒有成人之美 布施 布施是利益眾生 就要利益眾生 無所求的利益眾生而付出的 所以你付出你的時間 耐心 在旁邊成人之美 那麼做完美的一個儀式 完整的一個儀式 那不是很好啊 你身邊來合掌來拜他們的神明 你不是讓這個神明來護佑你嗎? 所以禮貌非常重要 所以同修久責 第一個倡違 就叫喚醒 因為我們來這一個世界 文明的世界受苦 就是因為我們有罪過的 才來個世界 所以我們要倡違要喚醒 那第三個就是禮 這是個禮貌 所以我們應該在旁邊觀禮 而且要合掌恭敬 這個進鄉團來的神 然後一起來做他們的儀式 要顯示我們宗教的那種莊嚴 那種禮儀 馬祖會很疼你的 可是我常常看到 在拜拜時候的爭先恐嚇 好像我仙道先跪了 旁邊的人跪了 誰會碰到你 你卻不高興 我不曉得 你來拜拜是來求清淨的心 還是來貪爭是那個憎恨的心 你起這個真心 你拜拜沒有用的 你沒有用的 你要有禮貌 無爭和平 所以一到進鄉團來團拜 我們在正殿中拜拜 我們稍微禮攔 馬祖會很疼你的 因為你是受教的 你是受教的 你是真正的信徒 你不是要信 而且你要信這個佛 學祂的法 依祂的真 才是真正的信徒 真正的信仰三保 以上 感恩大家 睡著大家 馬祖慈悲 好 好